全球AI竞赛进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白热化较量 深度学习、大模型、还有生成式AI科技变革的速度正在超越我们的想象 而就在这股浪潮之中 新加坡作为亚洲AI创新的战略枢纽 正在此展现它无与伦比的角色 8月28日 一场足以载入全球AI产业版图的重要活动 AI亚洲峰会将在这个标志性的地方 金沙会议展览中心、隆重揭幕 这不仅是一场科技大秀 更是新加坡在全球外交和科技格局中的一次战略发声 而且这一次谷歌的重量级人物 CEO Thomas Curian将清零现场 为什么这场峰会如此重要 新加坡究竟如何巩固自己在AI领域的独特优势 如果把新加坡比作一颗珍珠 那这颗珍珠绝对是亚洲科技与外交世界中最为耀眼的一颗 从市场经济到技术创新 它已经成为全球AI舞台的外交桥头堡 比如今年4月 中东顶尖科技盛会 Gitex Asia转战新加坡 5月 在智慧国2030的蓝图推动下 新加坡高规格地举办了 ATSG 围绕AI政策与伦理 展开顶层探讨 6月 Super AI论坛带来了生成式AI的深度技术交流 而从10月的新加坡科技周到11月的金融科技节 各种顶级舞台陆续点亮AI在医疗 金融 能源等领域的新趋势 在这个布局中 8月28日的AI亚洲峰会 被许多业内人士认为是2025年最重要的一场活动之一 为什么 因为这不仅仅是一场新技术的炫技 更是一场对未来AI全球化部署充满深意的探讨 而谷歌这样如雷贯耳的名字现身 也让整场峰会看点爆棚 AI亚洲峰会不仅是一个技术的狂欢节 更是一场连接开发者 企业家和政府的超级盛会 这次峰会由Google Cloud主办 新加坡经济发展局鼎立支持 而国家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部长杨立明的出席 当然 最受瞩目的自然是Google Cloud CEO Thomas Curian 带来的重磅演讲 这场演讲不仅仅关乎技术解析 还包含了对市场趋势的洞悉 甚至全球商业生态的战略版图 你知道吗 谷歌的数据显示 全球近90%的生成是AI独角兽企业 和超过60%的获得投资的生成是AI初创公司 正在使用Google Cloud的技术 而且 谷歌将这些企业称之为 全球化部署的加速器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解决方案 能够快速帮助企业将智能产品推向市场 成为行业的引领者 相信我 这次峰会绝对是一块未来发展的探照镜 或许 你会好奇 参会者能够从这里获得什么干货 答案是 不仅仅是理论 更有落地可行的AI应用实践 比如 大家最关注的生成是AI工具 Gam and I和Imagen 你可以亲身体验他们在教育 医疗 零售等行业的定制化解决方案 开发者们还能接触 Google Cloud专为AI部署设计的利器 Agent Development Kit A DK 通过谷歌专家的指导 从零创建多智能体交互系统 体验前所未有的便捷开发流程 而如果你是企业家 这里还有全球化市场的智能加速方案 听起来是不是很酷 这还不算结束 更多战略秘密 我们接着往下聊 大家都知道 谷歌是全球科技领域的开路先锋 但在AI领域 它的身份远不止如此 T P U芯片 生成是AI的核心大模型 Gemini 以及为开发者提供开发便利的 TensorFlow开源生态 谷歌几乎从技术到产业链 都牢牢占据上风 尤其是在本次峰会上 谷歌首次全面阐述其亚洲AI战略 重点展示与顶尖合作伙伴的案例 例如AI 21 Anthropic Jasper等 这些名字都是AI行业的佼佼者 谷歌扮演着不仅是提供技术的铺路者 更是产业升级的设计师 而新加坡 这个全球科技战略的重要枢纽 无疑将成为他们部署的跳板 但为什么新加坡如此吸引谷歌 我们得看看地缘和市场的力量 近年来 中国企业出海风头正进 而东南亚是他们的首选 其中 新加坡凭借特殊的外交地位和开放政策 不但吸引了字节跳动 阿里巴巴这样的巨头企业 也为中小型科技企业提供了国际化的跳板 从爱奇艺在印尼和泰国的流媒体布局 到小鹏汽车在新加坡的智能驾驶体验中心 这里的地缘位置让企业能够快速介入整个东南亚 甚至南亚市场 而谷歌的加入 则让这些企业的出海步伐卖得更快 如何借助AI亚洲峰会破戒而立 是每位出海者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新加坡正在全球AI潮流中扮演着它独特的外交角色 创新与合作是它的核心竞争力 这一次 AI亚洲峰会的举办 是展现这一角色的关键一环 喜欢这期内容吗 欢迎点赞 评论 让我们知道你的想法 记得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不错过任何全球科技的重要事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